文明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帶來一個行動句 要諷刺政府 搶走農民的手 趕走 甚至從居民 而且都被手 倒在移民生活的土地上 大家好,我是健康四季,我是健康三季,因為我來,他們都消失了,土地就碰壁,他們就好聰明了,但是我來到這裡,現在也沒水了,放下水,還沒能拼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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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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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這五個都帶左手西卡 不過選了哪一個 左手西卡 一樣都是西...西... 西鬧就擦開 不然我們就蒙著眼睛隨便找一個好了 這個 蛤? 這個就是中華對手要帶我必頓 唉... 這先拿走啦 被罪啦被罪啦 今天是... 中華四旗 無所排放給了團超 團超分析的會議 那... 來自彰化西州 以及... 王公大臣的農民民們 要表達他們反對中華四旗 搶他們的水 讓農民無法延續 也反對他們將被手排放 大臣私地 農民私地 讓農民無法繼續生活 希望政府 不只 不讓對手排到大國際心意 都要把中華四旗 佛捉到 我們拒絕 中華四旗 來到彰化 恨對中華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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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馬英九總統 曾經當面 跟我們承諾 說工程呢 他... 黃田的時候 一定要通過啦 才算通過 不能說有條件通過 因為有條件 要那些條件通過了之後 才算通過 可是呢 中華四旗 中華四旗 在十幾項 條件 沒有通過之下 還是照樣有條件通過 所以我們呢 希望 中華四旗 要再檢討 這些條件 到底有沒有辦法通過 如果沒有辦法通過 你就及早 策案 另找 別的地方 不要在這個地方 來 來這個設立 馬英九總統 在天明九的時候 親自到了大臣市地 就像這一個畫面一樣 在那邊 讚嘆吃地的美 讚嘆蚵仔不好吃 但是今天 中華四旗的污水 依舊要跑到這裡來 一個毛肚的總統 是要給我們什麼樣的未來 中華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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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大城 我來自大城 看到你們齁 心頭就 自己看 我們拼過了國光 但是接著 那點呢 就是中華四旗 貴水 左水溪的 水 是最好的水 最為揮握的水 但是 中華 我們政府 他把左水溪 最揮握的水 然後去沉澱以後 再供給 中華 用水 然後呢 再把 中華的貨水 往大城 竹塘 方園大城 四鄉盛 最 好的 農作物 最好的 左手西米 他把它汙染了 馬英九 去我們王宮 去我們大城市地 吃了生蠔 很好吃 但是 中華的水倒下去 還有生蠔 你還有生蠔吃嗎 放流水標準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通過了環瓶裡面 沒有錯 經過我們距離力爭之後 中華四旗 特別定了一個 放流水的 總毒性有機物的管制限制值 但是我們看一看 這裡面 有多少 有毒性 毒性的有機物 包括 一二二綠本 一三二綠本 一四二綠本 一四二綠本 還有乙姬 這個我連唸都不知道怎麼唸 乙姬集 乙姬子 大概 一二十項 那個時候 我就提了一個問題 我們把它排到大海去 最後回到 回到哪裡 回到我們的餐桌上面 沒有錯 經過我們距離力爭 這個放流水 本來要排到外海三公里 現在是增加了 但是呢 我相信 所以 白海豚 跟我們人類 一樣最後 都還會吃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 要想一想 我們生產的這些 工業物質 增加了我們人類 所謂的生活上的便利 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在2009年的時候 環保團體提出 這個被水排放到這個 不管是到佐水溪口 或舊佐水溪口 或是到海洋 都應該要審慎評估 尤其 這個科學園區裡面的廠商 我們知道很多都是高科技產業 使用上百種上千種的化學物質 環保署的 這個毒管法的 現在目前管制的 毒性化學物質 也不過兩百多種 要管制上千上萬種的這個化學物質 跟大家報告一個消息 目前在台灣上市面工業使用的化學物質 大概有六萬多種 連環保署都認為自己的能力其實不足以來管制所有的化學物質 那現在在這個科學園區在運轉的這些廠商 他們排出的物質 到底有多少種 這個化學物質的清單 到底我們掌握了多少 廠商可不可以用商業機密來拒絕公布它所有的化學物質使用 我們不知道 在中科四期裡面 這個毒水到底要排到哪裡去 要誰接受到最後是要海洋 中華白海豚嗎 這些潮汐因為潮流的這個影響 不會到影響到我們 這個我們所在旁邊耐以為生的這些科民嗎 今天大家再來的這一次是告訴大家說 過去的環評通過相當的草率 今天下午要做的中科四期的這個環查分析 它本來應該是一個不存在的議題 可是大家被迫要來這邊 再次提醒新任的環評委員 要對我們過去錯誤的決策 好好的在審思 好好的在負責 當然最好就是拒絕 中科四期的一個開發 反對中科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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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